球迷们大家好,欢迎订阅侃侃足球 北京时间28日零点,俄超莫斯科迪纳摩vs莫斯科火车头 双方上半场战成1比1,完场比分1比1,莫斯科火车头不败,成功打出 近期7次分享6次成功命中 今天体育圈最热门的话题,无疑是C罗转会曼联的新闻 12年一个轮回,消息没有错,只是翻译问题 C罗离开都陵去曼切斯特城,并非曼城俱乐部 而是那个梦开始的地方,老特拉福德,曼联俱乐部 有谁可以从CCTV5到CCTV2体育到经济 穆里尼奥和梅西算半个,但真正的只有C罗一个,顶流中的顶流 英超商业第一,曼联流量无敌 祝福梅罗欣的征程如意顺心,这个时代球迷之幸 这个夏天,足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快乐 今日分享,给大家带来英超第三轮,红蓝大战的解析 北京时间8月29日0点30分,英超利物浦VS切尔西 今夜,安菲尔德,你会独行吗?不会 欧冠卫冕冠军蓝军安菲尔德一日游 红蓝大战,一触即发,看点颇多,历史渊源,薪酬就怨,多特主帅,是一位VS试一风 其实,有分量而且实力相当的对手,也是好朋友的一种 新赛季,红军利物浦开局零丢球,两连胜 中流砥柱范代克完美复出,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一扫去年没有是一位的阴霾 若台也渐渐地适应球队,埃及法老还是那么魔幻 塞内加尔的男孩还是任劳任怨 巴西温兆伦状态正佳,阵容齐整,在家门口安菲尔德还有COP看台最忠实的第12人的支持 红军,你永远不会独行 过去的一年,除了疫情还是疫情,但切尔西是收获最多的俱乐部 欧洲最佳门将,门迪 欧洲最佳中场,坎特 欧洲最佳教练,图赫尔 欧洲最佳球员,若日尼奥 还有欧洲联赛冠军 无论是团队还是个人,切尔西都是丰收的一年 刚刚重返斯坦福桥曾经的小魔兽卢卡库首秀经验 有进球并且拿下全场最佳,帮球队斩杀阿森纳 卢源外的成长,让车迷们忘记了哈兰德 孔德已经飞往伦敦的专机上,即将成为切尔西的两套首发的最后一块拼图 新赛季开局也是零丢球,两连胜 今天刚好是队长阿兹皮利奎塔的生日 教练,克洛普和图赫尔都是多特蒙德出来的主教练 执教风格有点像,但又完全不像 双方都总有坚强的钝和锋利的毛 就看谁把握好机会,以及临场应变 结合指数数据走势,综合看好切尔西不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欢迎订阅留言